大家好,勝過烈斯聯,終於在蘭Sir第一次進入4球 十多次,最多進入3球 今次終於進入第4球 以及第三次聯賽2連勝 希望下一場可以贏,試試第一次3連勝 因為下一場仍然比較容易,對屈福特的狀態比較差 所以希望可以做得到,接著就來到歐聯的比賽 我們先說回聯賽情況 暫時蘭Sir打了12場球,7勝4回一負 看起來也不是太差,可以說是平穩過度 以及符合現實表現 雖然有些時候贏的時候,是否贏1比0覺得跌跌撞撞 又不太划算贏 但也有幾場是1比1,又不太划算 所以加上減起來,其實差不多了 這個成績跟我們表現差不多 對球暫時未進步到很好的水平 慢慢看起來蘭Sir都適應了英超 他應該知道要做些什麼他會做的 換人那些看見有進步 所以暫時是謹慎樂觀 看看我們本周的爭四對手的戰果 都打出來,我覺得這樣會比較清晰 晚聯當然我們贏了3分 但熱刺都厲害,他們贏了1,000成 3比2這場的人都以為會輸 為什麼忽然會贏呢? 三年敗之後,忽然會贏了1,000成 也得到3分 車路士回到世界監獄後 也沒有掉漏 也贏了1比0 阿仙奴繼續穩定表現 贏了奔福特 也得到3分 還有那隊黑馬狼隊 已經上到增4的行列 繼續得到3分 贏了2比1 唯一失分就是韋思涵 我相信韋思涵 我相信他們增4就沒什麼機會了 雖然他們現在第五名 但保賽的失分都算起來 其實他們現在排在第八 距離車路士已經剩11分 所以我希望可以少了一個對手 我想他們不會放棄的 但機會比較小 暫時領先都是車路士、阿仙奴和熱刺三隊 其實我們的成績暫時是排第六 但還是那句 如果是人家贏了保賽才是這樣的 希望熱刺和阿仙奴的保賽有機會是30分 其實我們的成績也不算太差 看看歐聯之後復賽 打回聯賽會是怎樣 其實我覺得 之前說的12分目標 差1分才能得到12分 我們最後拿了11分 但剛剛加上白禮頓 是否加上白禮頓 其實我們都拿了14分 18分或14分 我覺得算是一個可以交代的成績 也是僅僅維持著爭死的希望 其實這一段 可以說是蠻聯最順的一段 即是今季來說 即是蘇斯卡查或蘭麗卡 其實是最好的一段 如果撇除那三場的1比1和球 實際上這陣子的戰績很帥 如果那三場有一兩場好運 其實蘭Sir的評價已經是大升 但事實上就沒有了 但不要緊 今天我們會簡單說一下列斯聯這場球 但不會太多 主要我們就集中討論一下馬體會 所以我們可以多點時間去討論一下下一隊的對手 我們稍後再慢慢和大家去討論 開始前再和大家推介VPN 多謝Surfshark VPN的繼續支持 用Surfshark最重要是 將你的上網個人資料得到最高的保障 你和你的朋友的信用卡 就不再需要擔心 除此之外最重要 當然是可以突破國家地區的限制 就像我現在這樣 在外國的時候 不用擔心會看不到香港的新聞 香港的影片 以及一些電影 以及它支援的國家 已經去到60幾70個 所以一定是足夠大家用的 還有記住你買一個計劃 你所有的親戚朋友 你爸爸媽媽姑姐 老婆子女 所有人 都可以同用一個帳戶 所以其實非常划算 有很多iPhone、Android、電腦 全部都可以通用的 還有有興趣的朋友 記得趁現在這個額外的推廣期 可以獲得最高的一七截優惠 還有額外是三個月的使用限期 記得在下面的連結 打我們專屬CMAC 就可以訂閱到的了 回到正題 馬體會那邊不說 先說了列斯聯 列斯聯這場球 我覺得他們真的 繼續他們那一套的打法 就是繼續做出主動 選了一個4-1-4-1陣容 來對著我們 你問我 我是敬佩比爾沙的 你其實對球不太順 剛剛輸了兩場 輸了一場 比愛華頓3-0 上一場也是森比維拉 三球者的防守表現 在這個狀態下 都還夠膽去進攻 拿4-1-4-1陣容 如果他們打一個防守的陣容 即是五後衛 或者三中堅 未必會輸給我們太多 但最後他仍然選擇自己 那種風格 接著 都是失這麼多 失完兩場 三球 這場失四球 所以賽前分析 我說列斯聯這場 其實都頗容易吃的 結果好在真的吃到 但吃的過程 就有點順利 但至少列斯聯這樣打 就看上去整場球 除了被人突然追回兩球 那一段 其實整場 我不覺得萬聯很危險 基本都是看著來吃 未必控球在腳很多 但其實機會 我們很明顯 多些 反而是怕他們打鐵桶陣 如果他們死手 我們能否入球 就真的要聽天由命 而且對攻 而且迫採不是做得非常好 如果防線又不太高 其實我們能打到的機會 真的不少 你看看數據 其實對手機會好像很多 16射6中 我們15射9中 其實9次中中 就是入四球 其實都差不多 對於一個正常的射門 的發揮來說 是正常的 空球都對手多些 55比我們45 還有全球數據 你看到 我們都是少過列斯聯 所以就是開正我們那一場 又是一場 好像上一場 有少少是跌入了一個防返的陣勢 其實很適合我們蠻聯 現在的發揮 就是半逼搶半防返 其實我們體能上 更加是容易去控制 如果整場採取主動 反而我們蠻聯 好像不太會踢 入到四球 算是這樣 但其實9次中籠 我們不是第一次 我們有很多場 包括之前有兩場 1比1 其實都有9次中籠 但那兩場 就入得一球 但這場就入到四球 如果打均勻少少 場場入兩球 其實已經是三連勝 但可惜 這些足球 又不能撥回前面 一場一場計 這場就叫做正常 把握力沒什麼大問題 但過程其實令人失望 都是多次說到 不要那麼容易失球 不要那麼簡單 一開球下半場就輸 結果也是這樣輸 但當然 第一球是有點運氣的 不太幸運 人家明明左路是斬的 但不知道為什麼 是否風勢太大 吹過球入籠 還是因為下雨 影響了阿迪基亞的判斷 總之有點不幸運 看看這個位置 哪有可能是射球 肯定不是故意射 但結果就是一球 這麼不在意的賣門 就是換來一個入球 我相信這位球員 就是入球的烈小園球員 他自己起腳那一刻 應該都沒有預期自己會進 最多是傳宗 但命運就是這樣捉弄大家 敵基亞也是這樣 破了清潔 但失這球就不要緊 你還是拿著2比1 我那時候龐術也說 起碼有個鞠躬球 但那時候龐術還沒有回到神 我還在改比數 還在說不要緊 還有一球比較好 說說下已經是失去第二球 第二球我真的覺得自己是拿來壞 自己放亂 雲比沙加和Buno 也有一個大義的犯錯 那時候剛開球 你要做的是什麼 你先控制住 如果你控制不到 你就大腳斬出去 起碼要穩住陣勢 對手入球 他一定是剛剛的時射最高點 大家都很振奮 你知道他一定是來搶 那你就不要做冒險的事情 但結果雲比沙加 在對手的球傳到他的腳 他截到了 他沒有去提前觀察局勢 你作為一個後防球員 頂級球隊 你要知道自己 要做什麼 那個球交出去 會不會是很危險 會不會是對手圍著你逼 你看到有四個烈斯圓球員 在這裡 你還交到Buno 其實就是把責任的球 射給了Buno 你是很危險 你就把鑊射給你的隊友 這個是完全不合格的 那時候你害怕 你就一腳勾出去 勾出去 就不用輸了 但這球是吧 但Buno自己也有問題 雲比沙加 其實有一個更好選擇 如果他有看 觀察好陣勢 你可以交給連戈特 就最好 但如果做不到你斬 其實都可以 但問題是 Buno拿球那一刻 我覺得他有少少 都是準備做得不好 他拿 其實他第一個意識 已經是左腳一空 右腳 交給連戈特 但他沒有去做到 不知道對手 在後面已經殺到身 所以他拿身位 又沒有拿得很夠 如果他拿夠了身位 即是得實了對手 對手 推掉他 其實就吹硬犯規 但結果 就是沒有 即是他不是很熟悉 在這個防守的中場位置上 用球 如果你是拔湯 我相信 就會硬硬炸炸 即是他未必控得很漂亮 但肩膀和你押著 然後跌倒 然後球就夾在自己的肚子上 其實就是吹硬 但結果就是這球 他又拼不了犯規 對手就在你禁區頂牙牙 位置搶了你的球 然後就傳給丹尼詹斯 單對丹 然後傳出一個漂亮的傳蹤 其實也是有責任的 這球應該要做得更加好 但最後又是 雲比沙加的問題 其實他最厲害的是 單防 但這球其實 詹斯對著他和連加特 兩個呢 連加特都幫你 在左手邊 顧著 不讓他切開 事實上 詹斯的唯一選擇 就是落底 你是不是應該要做得更加多 雲比沙加 雲比沙加 他只有一個選擇 你就應該一早封了他的位 不要讓他傳中 對嗎 二打一 你都阻止不到對手傳中 其實是完全不合格 所以這球我覺得雲比沙加的責任 是稍微大過阿搬 當然遠處 蘇爾都可以做得更好 就是比對手搶點 他的反應是慢了些少 但其實這些球對於美主的防守球員 是很困難的 這個我又不會怪 蘇爾太多 雲比沙加 給了機會出場 但結果 你也做不到我們想看的事情 你強愛防守 你就不能在防守出錯了 進攻 你也沒有什麼貢獻 所以我預計 雲比沙加應該也會踢到後備 這場就是為了歐聯 而稍微做個輪換 給達樂 然後當然是蘭瑞的神奇換人 我們旁述的時候 都會換費特 即是落後想入球的時候 換費特 但結果 又被他入到過王 似乎費特有一個新的角色 在蘭瑞手下 不再是一個防守中場 當年的麥薩 就已經解了體 現在麥薩專職是防守的 費特 最近越來越進攻化了 他參與進攻多了 而且他做的嘗試膽色大了 而且有產品 入了幾球球 又有助攻 事實上 他好像又變回一個 當年薩克達的費特 當時買他 其實是作為一個進攻球員去買的 即是說他佛球死得好 遠射 傳球 總之他扭球有些腳法 那種的感覺 被蘇茨克達改為防守之後 就沒有了那堆東西 現在似乎 蘭sir 又是發掘他這類東西出來 當然 我覺得是好事 因為我一直都覺得 他防守都不太穩陣 除非你好像上季 那麼健身的狀態 但現在其實他年紀慢慢 都接近30歲了 速率一降 其實預計他之後 打防守都會吃力 如果能夠換到這個位置 打個433 小小偏向進攻的角色 其實對於費特來說 他是一個更好的未來出路 都不一定 這個東西 蘭sir 又是要英記一攻 當然伊蘭加也是另一個換人 的人選 出來了 一出來 我們集火罵他 那一家單刀 新組交得這麼漂亮 但他面對著龍門 他就儲了一腳 很保守地 用腳內檔去打 這樣是射了地球 很不合格的 但好在之後 他就自己將功補過 就是進入球球 幫隊球 燒了這場球 三分回來 但年輕人一定會犯錯 我相信這些經驗 是要慢慢累積的 在那些情況下 很緊張 有個單刀機會 是否應該做好一點呢 即是如果你沒有信心 第一腳再射到 一個很漂亮的 1st touch 的射球 你先拿一腳 其實他的位置 一點都不危險 沒有什麼人可以 拿一腳再射 其實進入球的機會 一定是很大的 那我就慢慢來 我都不會怪他 最近他的表現 已經 遠遠超出我們的預期 U231升上來 馬上幫到手 所以我也覺得 沒什麼可以說 當然 最後再換3-5-2 蘭sir 一直都很喜歡 在場上 扭陣容 這次扭 又被他成功 扭完之後 才進入4-2 而且 那時候的場面 都被列斯宣 稍為禁一段 是危險的 以免他輸 又被追和 換這個 我覺得是很合理的 而且換走斯朗 是 無可口非 再次證明 蘭sir 是不會怕 你大排球 上次換斯朗 他就去拍他 聊天 這次換 其實你見到 斯朗 可能是表情 告訴你 他都知道自己 打得不好 亦都沒有什麼意義 亦都會證明 蘭sir 其實掌控 跟衣室做得很好 他不是很怕去換 一些大顆球員 密加亞 暫時是差他 之前都試過換 但其他球員 他全部都有輪換 雲比撒 也有 泰尼斯 索爾 中場 也有 普巴菲特 麥湯 全部都輪著用 其實都是 對於整個下半賽國 來說 是一個很好的苗頭 一定要跟衣室 掌控得好 大家團結 才有希望 聯賽順利 當然最重要 就是之後的歐聯 歐聯 不要說要拿冠軍 但是行得多遠 你始終每次進一級 都是錢來的 對於球會下季 不知道有沒有歐聯 拿得多少錢 就是多少錢 始終這個比賽 我們很少可以進級到後期的階段 近十年都沒有 而這個對手 馬體會 有沒有什麼往式可以支持 其實沒有 因為我們歷史上 竟然只是對過一次 1991年的 Uva Cups 就是當年的 杯賽優勝者杯 現在已經取消了 當年的每個聯賽的 杯賽冠軍 參加的是一個杯賽 也是一個相當有分量的 標賽 當年是輸了給他 但是這個 到三十年前的比賽 就沒有什麼參考價值 之後其實我們都沒有遇過 對比當初抽到的PSG 我覺得這個抽到馬體會 實在是太好了 我不是說我看少馬體會 但是實際上 馬體會金貴真的相差很遠 對於PSG來說 我覺得是兩個層次 PSG是很成熟的一隊球 而且球星很多 馬體會真的沒落 最大的球星蘇亞蕾斯 以及基士文 都在走下球 其他的年輕球員 又不是真的上到來 去接到班 而且祖奧菲歷斯 其實打不起來 所以這個對手 我覺得是老化了 一隊球 而且近期的戰績都下滑 所以對於我們來說 算是一支不錯的籤 今季其實不單止他們 西甲很多球隊 水準都下滑了不少 你看榜首 王家馬得利 都帶來了很多分 但是去到歐聯 都被PSG壓制 那場球我覺得 輸一球算是幸運的 王馬那場球 真的被人壓到 一個禁區出不來 你看到他們依靠的 仍然都是當年 那隊中場卻奧斯加摩迪 你就知道 其實西甲是山窮水準的 錢是真的搞不定的 財政是非常吃緊的 所以整個聯賽跌了很多 馬體會現在是排第五 王馬榜首 尚且是這麼慘 其實你看到水準是去到哪 馬體會不是真的太高 還有第四名 就是剛剛爬了頭的巴塞 其實都踢到歐巴 即是輸了球 然後就落到歐巴 其實上次他們打歐巴 已經是20年前 即是2003、2004年的時候 所以去到第五位的馬體會 而且亦都輸過給巴塞 即是巴塞下了歐巴 而馬體會輸得給他 你就看到水準是去到哪 而且那一場球是足的 即是整場 我幾乎幾乎一分鐘 坐定地看 我給我的感覺 這隊馬體會很邁聯 有點像邁聯 就是踢 又不太知道自己想怎樣踢 即是本身是踢防犯的 但最近這一兩年 馬體會又經常買技術型的球員 例如卡拉斯高又回來 安祖哥利亞又是技術型 然後前線 蘇華雷斯 基斯文 全部都是技術型 但他們這班球員技術型 你踢下去打防犯 其實不太對 究竟他們要走技術型 還是走防犯 似乎 思維上 開始有丁 那麼多矛盾 當然防線也是頑皮 很多犯錯 經常都是自己派交送給人 前線老化 蘇華雷斯老化 後防其實是還好的 但沒有了高癲之後 其實馬體會的防線已經是跌了一兩班 即是沒有再提升那個水平 現在用的沙域 即是芝美利斯 那些其實都算是好中間 但就去不了頂級的水平 陣容來說大概多數都是用4-4-2 偶爾會有4-5-1 有一兩場會有4-3-3 有些會有3-5-2 但是幾乎九成比賽都會踢4-4-2 那給我感覺他們是很依賴前場的個人發揮 即是整隊馬體會的形狀 就不像以前那麼實正 現在你說要贏到球 就需要那些蘇華雷斯的個人發揮 安祖哥利亞 或者加拉斯高 幾個人他有發揮 就能贏到球 如果沒有的 即是那一場球突然死了火 那就真的會大敗 所以這隊的馬體會感覺是挺陌生的 但他們最近這一場 就大勝了奧沙辛 3-0 這一場的大勝 你看到他們一撿回防守反擊 即是堅決去執行 他們可以做到5射4中3入球 而是只有37%控球 對著中油球隊他們這樣做 馬上就大勝 之前他想打控球 反而就要輸 所以如果這場 他們真的堅決去執行的防範 可能說他會有麻煩 還有當然馬體會的歐聯 經驗就好得我們很多 即是陣中大部分球員 都踢慣踢屬歐聯 沒拿過冠軍就可能是 但其實拿到亞軍都不少 很多球員都是歐聯的老將 相反萬聯真的不多 當然你有斯洛雅道 卡蘭尼在 但其他球員真的相對年輕 或者在萬聯打了很多年 而這10年8年的萬聯 其實對於歐聯的參與很少 踢歐巴仲都很歐聯 所以經驗上是不夠 但排面能力當然我覺得 少少是不及萬聯 但踢上來就看他們怎麼踢 如果真的縮到很厚 打個underdog 我們可能會有些麻煩 也不奇怪 我預計他們對手 就會出4-4-2 其實他們很多球員 都可以打得到 即是不容易猜 我猜就會出蘇華雷斯 除非有傷 有病 安祖哥利亞其實可以打右翼 也可以打右前鋒 今季他們兩個位都打得相當好 今季的入球最多就是安祖哥利亞 第二個才是蘇華雷斯 所以你看到這位球員 即是我FM都買過 亦都是左腳技術很好 傳控能力很好 而且今年的埋門能力 似乎都提升了 卡拉斯高籌左右都可以 林亞就看他出不出 如果不出 還有迪寶亞 即是迪波 但他是用誰 其實他們人手很多 還有祖奧菲利斯 逆風相當多 中場反而就可能窄少少 可能是高基加 許利拉 或者是高基加 高基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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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變化又不算太多 不過後防線 其實走過查比亞 之後 他們就進入了華數高 我覺得能力真的不及查比亞 這個閘位 稍為右邊是很弱的 中堅也說過 不是很差 但還沒有去到頂級水平 龍門我打錯了 我沒有剪掉迪寶亞 是對手的龍門 這個就是奧巴拉克 所以龍門兩邊都是頂級水平 我們這邊我預計的建議 或者建議的陣容 我都是踢4-3-3 即是不需要特意去轉3-2 因為對手就不是一隊主攻球隊 斯洛拿道就一定要用 即是歐聯的殺手 以及在西甲都是專制馬體會 他一向對馬體會很精神 看看能不能延續馬聯 我自己想出回伊蘭加的 因為上一場用了連加特 伊蘭加的體能是相當之好 這場用山虎仔前面衝一下 不行再試試換福仔或者連加特 都可以的 新組我覺得就不能換 暫時是最重要的一位球員 曼聯陣中最可靠的一位進攻球員 Buno就繼續用 麥托文尼 費特就看他用普巴林費特 我又沒有什麼大意見 兩個發揮各有各擅勝場 普巴上場反而突然被換走 不知道是否流力 如果是流力的話 可能是普巴打正選也不出奇 後防就蘇爾 泰里斯德美其實都可以出 華拉尼就復出 他輪休了一場 我相信都是為了這場做準備 我會傾向連迪諾夫 上場的連迪諾夫實在是太高水準了 這個突然間好像進步了很多 所以這場我會想他打正選 達樂休息了 而且迪基亞應該不能換 希望可以靠這場陣容 可以獲得 抱歉 這個我沒有改的 是馬體會的標誌 應該是馬體會的比賽陣容 以及提提提大家 這次歐聯沒有作客入球的優惠 所以你入不入 在主場入 在作客入是一樣的 所以就不需要特地去爭取入球 入到多少就得多少 正正常常地 踢就OK的了 我預計如果你要滿意的比賽 如果我拿到1比0 或者2比1 我覺得已經是非常之好的一個紀錄 希望信順你們 回到聯賽就可以贏了 但是屈福特就最好 下次再見 大家記得訂閱 按LIKE 還有留言 有興趣加入我們會員 下次再見 拜拜